哥伦比亚级领先世界30年的战略核潜艇 在2026财年预算中 美国海军大出血 正式列装了第三艘哥伦比亚级的采购资金 这也就意味着 这艘被命名为格罗顿号的潜艇 迈出了建造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 哥伦比亚级各位应该都不陌生 美国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 在未来30年甚至是50年 它都是地球最强核潜艇 在美军的预算优先级中也处于高位 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 从2026财年起 要每年建造一艘哥伦比亚级 只是就现实情况来看 这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那么建造哥伦比亚级 美军都会面临哪些问题 能否实现这个目标 哥伦比亚级又为何被称为领先世界30年 为了实现从2026财年开始 每年建造一艘哥伦比亚级的目的 美国海军特意在预算中 申请了109.2亿美元 用于支付格罗顿号的建造 并为后续舰艇采购材料 其中还有13.5亿美元 专门用来提升美国海洋工业基础的产能 就火力军来说 美国海军的确应该每年建造一艘哥伦比亚级 根据当前的计划 海军会采购12艘哥伦比亚级 以取代当前服役的14艘俄亥海俄级 2026财年预算中的格罗顿号 属于第三艘哥伦比亚级 每年建造一艘 也就意味着 要从2026财年一直持续到2035财年 看起来时间跨度很长 要花很多钱 但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这是必须的 俄亥俄级已经太老了 以俄亥俄级当前的状态来看 其性能与战地 依旧吊打全世界大部分核潜艇 与俄罗斯最新的北方之神级相比 双方也是各有千秋 但作为一款战略级武器 俄亥俄级的年龄的确有点太大了 现役的俄亥俄级 为1984年至1997年服役 受命为42年 目前美军计划 从2027年开始 每年退役一艘 预计2040年全部退役 如果再不造新潜艇的话 再过10到20年 美国就没有战略核潜艇可用了 其次 哥伦比亚级虽然借鉴了 不少其他成熟设计 但还是有不少新技术 如果想要像俄亥俄级 弹道导弹核潜艇那样 完全发挥战斗力 还是需要数年的磨合期 按照美国海军现有的计划 首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将于2028年交付 从2031年开始 执行战略值班任务 最好的情况 就是在2040年 俄亥俄级全面退役之前 12艘哥伦比亚级已经服役 并且具备作战能力 想要实现这一点 必须提前多年做准备 只是就火力军而言 计划很好 只是就现实条件来看 美军想要实现 一年一艘哥伦比亚级的目标 还是有点难的 具体细节我们后面再聊 重点还是哥伦比亚级 这是世界最强 美国最具性价比的战略核潜艇 一枚蔑视大礼包 就能改写一个中型国家的地图 最近火力军 经常用喜马拉雅国际版听说 通勤 做饭的时候放着听 特别方便 内容又多又有趣 听书 播客 知识干货 全都有 轻松上手 随时随地 陪你打发碎片时间 从21世纪初 美军就开始研究 下一代战略核潜艇 在2007年 哥伦比亚级项目被正式启动 在此之前 美国政府和海军 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评估 从而使用最低的花费 最先进的技术 达到出一款最具性价比 并且能满足美军当前 和战略需求的潜艇 事实上 哥伦比亚级的确有这个能力 不过在项目初期 由于深陷伊拉克战争 进度相当缓慢 战争结束后 项目开始加速运转 但直到俄罗斯访问大招 美国才算彻底清醒 2013年 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服役 其吸取了台风级的教训 常规作战 静默能力 甚至是电子作战系统 都有很大提升 在一些性能上 甚至比俄亥俄级都要强 比如前身 静默 双壳体结构 使得北风之神的 最大下潜深度 达到450米 水下恒星噪音 比俄亥俄级低点分贝 并且还有隐身设计 可以说 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 就是奔着俄亥俄级去的 报完大招 美国感觉到了压力 哥伦比亚级项目重新回归 2014年 首个俄亥俄级替换报告出炉 美国海军确定了 哥伦比亚级的配置和建造数量 到2016年 敲定通用动力 为哥伦比亚级的制造商 至此 哥伦比亚级的传奇正式开始 在吨位与体积上 哥伦比亚级潜艇 将是美国海军 有史以来最大的潜艇 虽然外形与俄亥俄级很像 但哥伦比亚级的排水量 大约为2.1万吨 俄亥俄级1.8万吨左右 在武器配置方面 哥伦比亚级有16个导弹发射筒 前摄武器依旧是三叉戟2 在携带三枚核弹头的情况下 最大射程达到1.34万公里 后续则是使用其升级版 哥伦比亚级的导弹少 数量也不如俄亥俄级 估计会有观众觉得 哥伦比亚级不行 其实并不是 俄亥俄级是专门为了对付苏联 这个核巨头研发的 必须足够猛 于是用了24个导弹发射筒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 苏联早就解体了 俄罗斯又不太行 16个发射筒也足够 加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 核弹头的布置数量 限制于1550枚 在实际部署时 俄亥俄级最多只携带20枚导弹 没有放满 所以美国核武态史评估认为 新型潜艇配备16个导弹发射管 最为合适 可以减少运作成本 也满足核威慑的战略部署需求 而且哥伦比亚级的导弹发射筒 在设计中就已经考虑到了通用性 除了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之外 在四个为一组的发射模块中 其每个发射单元的直径 都有一人多高 可以发射高潮因素导弹 巡航导弹 特种潜水器等装备 在执行其他任务时 不需要再经过特殊改装 至于核潜艇的数量 那更不是问题 美国海军的要求是 维持十艘可部署的弹道导弹和潜艇 在俄海俄级这边 因为在服役中期要更换一次燃料 每次的更换时间为两年左右 一般情况下 有三艘需要维修无法使用 有时候更有四艘同时维修 因此需要14艘 不过因为技术进步 在哥伦比亚级42年的服役寿命中 反应炉核心不需要更换燃料 维护时间大幅的减少 只需要12艘哥伦比亚级 其中两艘可进行维修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聊到哥伦比亚级 其最大的特点还是 全电推进与X型微多 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哥伦比亚级 足够强的根本原因 在研发哥伦比亚级时 为了降低成本 美国海军采用了很多成熟技术 比如弗吉尼亚级上的声纳 电子控制 通信和自卫武器系统等 但也加了很多新技术 比如动力 简单来说 战略核心艇的动力 可以全部归类于核动力 不过从本质上来说 核动力其实就是一个反应堆 不断发热 究竟怎样推动螺旋桨转动 还是有说法的 现在世界各国现役的战略核潜艇 都是和反应堆烧水推动气轮机 气轮机经过变速箱 刚性连接到螺旋桨 气轮机转动 螺旋桨也就跟着转 也就是传统的机械传动 但哥伦比亚级不一样 它是全电推进 气轮机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 之后电能通过综合电力系统 分配潜艇用电 并通过电动机来产生推力 在战略核潜艇上用全电推进 哥伦比亚级并不是第一个 凯旋级也是全电推进 二者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也很简单 推进装置没有机械连接 可以大幅度降低潜艇的噪音 看起来作用并不大 但是在潜艇领域 水下横行噪音每降低6分贝 被敌方被动声纳的探测距离 就会缩短一半 使用全电推进 舰艇的动力控制比之前更精准 而且操作更简单 用电缆代替机械传动的结构 还能节省大量的空间 从而装备更多的物资和弹药 哥伦比亚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纬多 它是X型 美国海军之前的俄海俄级 海浪级和弗吉尼亚级 用的都是10型纬多 如果聊设计生产和使用 X型纬多其实更复杂 这种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但直到现在 计算机辅助控制和精密传感器的普及 才有一些常规和潜艇使用这种纬多 在实际使用时 10型纬多的操控比较简单 只要控制住两个垂直角度的舵面 就能操控潜艇 但X型纬多不一样 任何转向机动都必须四降联动 才能产生与10型纬多相同的效果 看起来有点多此一举 但实际并非如此 X型纬多更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走音 加上全电推进 哥伦比亚级也被称为最安静的核潜艇 其次 X型纬多也更安全 如果是10型纬多 任何一个舵面失去控制 都会对潜艇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X型纬多不会 在进行横行时 10型纬多很大 俄海俄级的10型下纬多尺寸 就超出了舰体下缘 但X型纬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 相比俄海俄级 哥伦比亚级的隐蔽性更好 机动性更强 部署更灵活 可以提升美国核反击能力 也算一种战略打击力量的升级 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 这一级战略和潜艇 将会一直服役到2085年左右 只是好用也就意味着贵于延期 这也是哥伦比亚级所面临的问题 一年建造一艘的难度不小 单就财政上来说 哥伦比亚级吃掉的巨额预算 会影响到美国海军 接下来的舰队更新 那么建造一艘哥伦比亚级 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 按照美国的计划 哥伦比亚级单体应造价 85亿至90亿美元 计划建造12艘 项目总成本 预期超过13000亿美元 不过根据美国海军 2025财年预算 第一艘总采购成本 为151.79亿美元 第二艘为92.81亿美元 去除详细设计和一次性工程费荷 估计首艇实际建造费用 86亿美元 第三艘至第六艘的采购成本 大约为88.5亿至92亿美元 只能说很贵 但即使如此 美国海军还是十分乐观 表示哥伦比亚级 是有史以来 使用成熟技术最多的潜艇 大约占到了90% 而当年的俄海俄级 仅为2.3% 海狼为4% 弗吉尼亚级约为43% 只可惜即使如此 价格依旧很贵 当然与美军之前的核潜艇相比 这个价格其实还能接受 比如俄亥俄级 平均造价约为20亿美元 首艇价格为31亿美元左右 建造完成时间为1979年 换算到现在也就百亿美元左右 只是问题在于 美国海军近期的造舰计划有点多 这已经影响了新武器的建造 比如SSN 7月11日 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 美国海军新一代攻击型潜艇 至少还需要10年才能下水 原因就是没钱 SSN Exit被视为 基辅基尼亚级之后 美国潜艇战地升级的关键点 拥有更高的航速 更强鱼雷携带量 更优的隐身性能 以及更适应未来威胁的灵活性 战备出其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只是现实很骨感 在2026岁年中 项目仅申请到6.23亿美元 其次就是建造速度 2025年年初 美国会研究服务处 发布了一篇报告 详细解释了哥伦比亚级的问题 除了资金 还有建造问题 报告中提到 同时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可能对造船厂产能构成挑战 并且在2024年4月 就有消息称 第一艘哥伦比亚级的交付时间 退迟12至16个月 也就是说 在2028年10月至2029年2月 哥伦比亚特区号才能交付 这会影响投入运营的计划 重点是美国海军的核潜艇 只能由通用动力电船公司 与恒庭顿 英格尔斯 纽波特造船厂建造 前者只造潜艇 后者还要负责核动力航母 和其他水面舰艇 产能严重不足 之前美国政府问责局 通过分析 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的项目数据 得出了一个结论 核潜艇建造的成本和进度迹效 一直低于目标 结论很明显 如果不扩张造船厂的产能 肯定会延期交付 对美国海军而言 延期的问题很大 自2027年起 每年让一艘俄海俄级退役 如果哥伦比亚级无法准时交付 美国海军可能无法维持 其战略威慑所需的最低兵力 也就是十艘可部署的弹道导弹和潜艇 并且延期也就意味着价格会涨 当时福特级预算还不到100亿美元 后期超标了137亿美元 足足超了50% 哥伦比亚级可能也会变成这样 并且造船厂对于扩张并不是很积极 毕竟战略和潜艇服役时间太长 建造数量太少 这一单做完之后 未来还有没有就不好说了 这点就要靠美国海军监督了 总的来说 哥伦比亚级的确很强 但影响其他舰船的建造也是实实 如果造船厂不扩大产能 这个影响会进一步扩大 不过就2026财年的预算来看 美国海军特意拨款13.5亿美元 用来提升海洋工业基础的产能 造船厂应该会进行扩张 如此一来 哥伦比亚级的其他问题就能无限缩小 除了花钱多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哥伦比亚级还有哪些特点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